今天 今天我來找我妹 在我家 其實我們平常就聊很多話題 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我妹 國中的時候有這樣子的困擾 然後當她就是 在演出上分享過 對 就是有點震驚 所以我就找她要來聊這一個話題 無論男女生都非常有興趣 覺得是我成長過程中 影響我還蠻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物化女性有的 哦哦哦 就是猥褻色情方面的 或是言語上 在網路上 因為就是不用露面 講一些他自己開心的話 比如說什麼 病了啊 什麼之類的 太多了 不應該因為自己的身材 展現自己的美好的一面 然後就被人家攻擊 不管男生或女生 其實都喜歡欣賞美的東西嘛 比如說好了 我天生修復比較大 然後可能修復到這件事情 在現在的社會 就會很容易引起男生的 性方面的幻想 大家就會用一個 玩笑話還是猥褻的話 來去調侃我吧 我覺得 無論女生是想展現 還是不想展現 嗯 那你可能身形不同 就會被 哦對 身材好的 對身材好的 然後如果展現的話 就會被講說什麼 風騷啊 風騷還是好聽的 難聽的可能就是 什麼出來賣啊 或者是 哦 女生應該要被講什麼 我知道不會算女生 身材如果是好的 然後有點露的話 或是展現的話 就會被批評 就不用露腿 或者是有露個乳狗之類的 哦 我講一個去日本念書 然後碰到電車之狼 大概二十一 二十二 在很擠 就是擠著跟殺電魚一樣 然後我就在那個電車上 摸到色狼 他就是直接摸我的下體 他從後面往前摸 我那時候碰到的時候 我其實很想叫 稍微想要出一點聲音的時候 就聽到旁邊就有女生 然後說 欸那個人好像碰到色狼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點點頭 然後就不講話了 就是這樣那個氣氛 就覺得 沒有人要救你 明明旁邊的人就知道 對 就是好像我叫不對的感覺 因為日本是一個就是 在電車上發出聲音 是一件不禮貌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我該不該叫 那時候其實真的很害怕 我下車的時候 很想趕快去找那個 站長之類的 但是那個人他就瞬間不見了 然後呢 我分享這件事情的時候 所有的留言 很多大部分都會說 那是因為妳穿的太露了 誰叫妳要穿長裙 誰叫妳要穿的那麼清涼 就留言很多都是這樣 可是大家都沒有想過 我那天是穿長褲 因為大家都以為 就是女生 好像穿的少就會 對我穿長褲 而且我那天 連勾都沒有露 對我反而是男的保守的時候 色狼就 對 台灣的電車上也碰過色狼 我那天也是穿長褲 主要兩次印象深刻的 都是我穿長褲 而且我還是穿襯衫 就是一個保守的穿著 就不是說 像我們平常在展現 就是想要 就是分享 覺得很美的樣子 長很大就是 氣場比較旺的時候 我管我穿怎樣 頂多人家敢看 因為就是如果有人看 我一定會回去 之前就是還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我回台灣就是 穿的跟 我在美國的穿著是一樣的 就是露個空嘛 就覺得好看 在國外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坐高鐵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比較 處於非都市的地帶 大家對於乳溝 見識度好像 非常的低 好像沒看過 乳溝一樣 所以那一天就是我 穿著露乳溝的衣服 然後就 每一個男生 經過我的身邊 尤其是年紀大一點 面叫面的這樣走過來喔 他就是一直這樣盯著我的乳溝 從遠遠的就盯到我旁邊 然後到我走過去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人實在太奇怪 我就回頭瞪他眼 他還在看我 我就覺得是誰啊 這輩子是不是沒看過乳溝嗎 我真的不知道是應該同情他還是 我覺得不管人家怎麼想 我覺得是一種就是 我穿開心 不是為了要穿給你看的感覺 而且你不能這樣講啦 因為我覺得就是在國外的時候 我穿的好看 或是比較 性感 或是比較展現身材 如果人家是覺得好看 他是一種很讚美的眼光 看你的全身 然後最後 眼神放在你的臉上 跟你講說 哇 你今天真的就是很性感 你真的很美 他就是一種 打從內心的稱讚你 然後你就會覺得 當女生真是很幸福 我真的很願意這樣子展現自己 其實多多少少 還是會希望得到別人的 認同和讚美 因為人活在世界上 本來就是會在意別人的眼光嘛 想要展現自己的人 就是沒自信嗎 你就是想讓別人就是很不舒服 讓別人覺得很難受 你覺得會快樂嗎 那種感覺 我覺得應該算是一種那個 文化差異 對啊 因為我就覺得 你一直看 不管是身材或是長相 代表你就是對他一個興趣嘛 對不對 要不然你不喜歡的東西 你不在意的東西 你不想注意他的東西 你會去看他嗎 旁邊的垃圾 你會多看他兩眼嗎 我不相信嗎 你看他有些東西在吸引你啊 你就是要把他講得這麼隱晦 在罵他一下 你才會覺得開心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心態是哪來的 我發現我妹可以講到很多位 我先講一下我成長過程 就是對胸部的成長歷程 我知道一般大家會覺得 我姐的胸部很豐滿對不對 現在 但是因為我姐就是從小 因為看我跟我媽的胸部 所以她就覺得自己的胸部很小 我從小一直到高中 高二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是沒有胸部的 因為我媽就我妹都太大了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我沒有胸部 而且我妹也覺得 我的胸部不是胸部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是人性耶 天生的 我國中的時候就很想要有胸部 喔 我跟你說 當次問香香 她想要誰的身材 妳的還我的 她說她想要我的身材 我覺得她講的就是胸部啊 因為她就看著我的胸部啊 這就是女生吧 女生其實從小就會想要大胸部 因為就是 這個東西 我之前也是看蠻多文章在講 就是 其實社會就塑造成 女生會嚮往一個 就是前途後翹的身材啊 就比如說 從一千啦 一千六星玩八筆娃娃 男很大 然後屁股大 然後腰很細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那個是一個標準 因為我們在很小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那樣子的形象啊 對 那總之我對於 就是女性身材 一個印象很深的點就是 我覺得我一直到高中 就是自己是沒有胸部之外 我國中就是很想要有一個大胸部 然後我國中的時候呢 會看那個第四台購物頻道 其實會有很多 就是比如說什麼 一個星期就變成什麼C Cup 兩個星期就變成D Cup 我國中的時候就買來吃 不知道 但我知道你有買那個按摩的東西 然後偷偷吃 我也不敢告訴我妹 也不敢告訴我爸 吃的時候 我會覺得胸部好像有障礙 但是會長痘痘 大學的時候 有陣子痘痘長很多嘛 那時候深深就覺得 是不是因為我國中的時候 亂吃那些東西 就變成痘痘很容易亂打 那種感覺 你以前不敢講嘛對不對 對 然後總之 那個我想 奇怪藥不要亂吃 真的不要亂吃 那總之 我就試過 但是胸部有沒有從 我覺得我是A變成E呢 沒有完全沒有 就是講得很誇張的都沒有 嗯 後來人家跟我說 那根本就是修徒來的 高中的時候有一段 是讓我非常自卑的時候 男生就看女生的身材來 據說她正不正 就除了臉之外 高中的時候 還沒有像現在 就是大家這麼會化妝 嗯 所以你可能就是 如果天生臉就是白白 只要五官端正 就會被認為是很正 然後再來就是看身材 那身材如果說 稍微微胖的女生 她有胸部 就會覺得她胸部很大 我那時候就是 很想要交男朋友 但是我告白的男生呢 拒絕我的理由都是 你太瘦 但是她沒有說她胸部太小啊 是你瘦 但是呢我們班 就有一個嘴巴很毒的男生 好像高中才上沒幾個月 就很會開女生 神材的玩笑 嗯 她就開始每天說 欸 你的胸部很小欸 欸 你的胸部根本就是洗衣板啊 欸你的胸部就是被車輾過 還凹下去的那種啊 可是真的被講久 真的內心是很受傷的 我那時候甚至就覺得 我是我媽的小孩嗎 為什麼我媽跟我妹胸部那麼大 然後 我胸部是被車輾過 還凹進去的那種感覺 就被食腦成功 對 那高的時候我就有去畫室 畫室的老師跟我講說 你可以穿緊身的衣服 我就覺得我怎麼可能可以穿緊身的衣服 她就是選了一些她覺得適合我的 就是她的衣服她給我穿 嗯 然後穿上去我就發現 欸其實我好像有胸部欸 恭喜妳 對 剛剛我20年獲得胸部 突然就獲得胸部 對 然後我就第一次穿緊的衣服 去學校 就便服上半身比較近 但是下面還是寬鬆啦 然後她看到我的時候 她竟然對我說 妳去整形嗎 什麼事就嘴賤就嘴賤啊 就沒有辦法誇獎別人啊 我就發現就是 是跟 有時候真的是要跟傳達有關 不知道 或者是保養自己的衣服 喔妳 天啊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她在誇獎妳 她說整形是誇獎 我姐已經就是 可憐成績的程度了 就思想已經 已經扭曲了 對 被嚇到扭曲 對對對 妳有被教過籃球嗎 沒有 籃球沒有 股小的時候就奶媽 大奶吧 股小應該有C吧 五年級發育 然後六年級應該就有C 然後六年級就有月經 其實小時候遇到很多事情 然後包括果粽 就是遇到讓我非常難過的事情 我會覺得 那好像是我自己的錯 我一直不敢講 因為我覺得 好像就是是我自己很 很低級啊 那樣很龜龜 生完女兒之後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突然就覺得沒什麼 因為我希望 媽媽就是 當女兒遇到這些事情 她可以來找我講 我覺得很自然 女生都會遇到一些 在性方面的一些欺負欸 我覺得從小到大 大家都有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們不敢跟彼此講 為什麼不敢跟爸媽講 就連親姐妹 然後連爸媽都不 都會覺得好像是我們的錯 很像是一個羞愧的事情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男生就敢在言語上欺負你 或是在行為上 行動上欺負你 吃你豆腐 我覺得這種事情把它公開出來 之前我問我姐的時候 因為我爸媽是一個熱愛被按摩的人 所以國小的時候就被我媽媽帶去按摩 然後我媽她就是一個很大畫質的人 她就把我姐留給一個男按摩師 因為其實男按摩師力道比較夠吧 所以我媽她就是以一個尊重專業的角度 把我姐交給了男按摩師 結果 她幫我按摩 然後我媽就覺得就是 其實小孩就是 也是有一些適度的壓力 所以她就按 然後她就是當時我媽離開之後呢 她就幫我按 然後按按按按按 她就越按越靠近我的下體 然後甚至呢 就把手伸進來 就是直接按摩下 表面還是有放進去啊 那兩片肉的中間 就是陰地的地方 哦 那個叫陰地 OK 對 對 今天我姐學到了陰地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也不知道 這是應該要跟大家講的事情 我覺得為什麼這種事情 不馬上跟我媽講 再回到 呃 那一個年紀 我不知道我們處理的方式會不會有改變 因為我覺得這跟 從小家庭教育 跟父母互動的方式 會影響你會不會想講這種事情吧 然後講難聽一點 如果說就是回到那時候 就是如果那個按按摩師 甚至直接就是性侵我姐 我搞不好我姐也不敢講 總之我姐不是第一個 那個按按按摩師 這樣子侵害的對象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但是她當初沒有講 然後也不會覺得那是按摩師的錯 我覺得應該是說不會知道她不可以這樣子做 我會以為難道就是也是要按那邊去倒之類的 所以你是你專業的角度 來想這件事情 想說這個就是按摩 對 那總是因為再也沒有去過 就還好媽媽也沒有再帶我 還好 你還沒有講你國中 為什麼 你還是一個孩子 結果卻要認為就是 因為她胸部在你身上卻是一個錯 不是胸部的錯啦 我覺得不能這樣講 新少年之前 然後已經有性特徵發育的那一段時期 其實大家就是對於男女的接觸 其實多少都已經有不同的感覺了 那其實我覺得已經在那一段時期 大家都會希望可以 不只得到同性的歡迎 也希望可以得到異性的注意跟愛怒的感覺 就是跟同學出去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跟一個女生去一個男生家 同時有另外兩三個男生也在吧 那我覺得就是去玩啊 然後他們約我出去我也蠻開心的嘛 去她家之後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了 反正就玩一玩 脫子劑的男生就是可能一人抓住我一隻手 然後另外一個男生就開始就是抓我胸部這樣子 只有一個男生真的就是 不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她沒有碰 我說你們不要這樣子啦 然後那次就是也不知道怎麼反應 因為這件事情 我會去預期說原來就是 他們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或是真的會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被摸胸部 感覺就是預謀好啊 知道欸是預謀還是就是 穿怎麼穿有這麼 我覺得這一定是所好 隔一兩天之後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們 然後他們好像也就是知道他們做這件事情不對 他們好像其實也怕我去 比如說去告他們啊 或是跟老師講啊 或是跟家長講 總之他們知道不對 所以他們也不敢面對我 然後也不敢跟我講話 然後我也不敢跟他們講話 隔了一兩天之後我就覺得 這樣子好像大家關係很糟欸 你知道女生天生 我覺得比較偏善兩面欸 我覺得那叫五星 想要世界和平這樣子 我就覺得 我幹嘛要把這個關係弄那麼糟 讓他當好朋友嘛那樣子 我也沒有說真的要去討好他們怎麼樣 我只是覺得這個關係好怪喔 就是會很尷尬 對超尷尬的 要怎麼面對他們 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然後 就是那時候 還會幫他們這樣想 對 總之在那樣的情況之下 我好像隔了兩三天 就去跟他們講說 啊沒關係啦 就是 我們之後還可以玩在一起 還講說沒關係 對 結果之後呢 我想要保持這樣子的友好關係 所以就是 後來還是去他們家 然後還是會被他們碰胸部 去他家幾次 我忘了 就是有幾次 每一次都碰嗎 印象中 對 後來就好像他們不想直接在弄品 他就不然我們剪刀石頭部 如果你輸的話 你就是給我們碰胸部 為什麼 對 然後他們輸的話 我就碰他們下面這樣子 為什麼 我就覺得 如果這樣子 大家可以繼續 關係很好的話 那沒關係啊 就因為 就是沒有 被教這些觀念 我覺得沒有被教到說 其實 他們其實把這件事情 就是想的很色情 然後我覺得 女生就會很想用 自己的身體 或怎麼樣 去換取一個事情 很明白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 我當時的想法 但我真的就是 不是想要出賣我身體 那樣子 後來 我講笑都是 這件事情 我自己非常羞愧 他們到後來 就甚至跟我要求說 那他們就是要跟我 反省關係 然後我就覺得 這真的太誇張了 我就說我不行啊 真的不行 我都就直接 這樣要求 對啊 因為可能就是 我讓他們碰胸部吧 這個 在接下來十幾年來 是我非常大的因應 因為我覺得 其實這就是我的錯 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他們就 開始 就是跟 班上其他人說 我是妓女啦 什麼之類的 我忘記為什麼 他們要就是 這樣子罵我 但是 之後他們就開始 讓班上 開始攻擊我 然後接下來 我就在班上 就都沒有朋友 其實這就是我的錯啊 因為 就是為什麼我要 一開始就要讓 這件事情發生 為什麼我一開始 不去跟 爸媽或老師講 他們罵你的時候 你就這樣想 我就覺得 那就是我自己不對啊 因為就是 為什麼我要跟安風雄部 我覺得我絕對 不會跟後來任何人講 因為我覺得 這個好像就是 一輩子的污點 那種感覺 其實遇到 不同的男生 或者是遇到 很多生活壓力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 回到國中那段時期 一直想這件事情 像我們便宜的人 他其實一定 早就忘記這件事情 他罵過我什麼 他碰過我 他可能 都不去的 我覺得 但是我卻 他會記得耶 確實我就是 一直很難過的事情 我就一直不敢講 因為我覺得講的 我就很怕被別人看不起 女生很容易 在遇到這種事情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就甘願自己被欺負 殊不知 別人占完你便宜 然後如果你不反抗的話 其實他們就只會 更自意萬為 然後甚至就是 把你就直接往底下踩 不要讓別人占你便宜吧 這件事情就是在 我們很小很年輕的時候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 就不要講 因為我覺得很容易 就是大家就會 先指責這個女生 那你為什麼要 直接就是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都不是幫忙處理事情 或者是 我們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說今天 我們的女友長大 當然可以的話不要啦 萬一他真的碰到的話 那可能我們就會 不要一直問他 為什麼你要幹嘛 為什麼你要這樣 為什麼你要這樣 來去處理這件事情 而是告訴他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怎麼樣子 或是我們應該要保護自己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呢 可能就是 也必須要讓老師知道 其實現在 我覺得這些事情發生年齡 有越來越下降 跟大家分享這樣子的事情 跟經驗還有概念 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現在呢 就是大家看到我 就是會很勇於展現 我自己的身材 跟就是美好的一些照片 在我不斷被批評 說就是我可能外型很糟糕之類 然後剛好我去了日本 懂得打扮自己之後 我就想要開始展現自己的美好 其實有好多年的時間 我會以男生覺得喜歡的樣子 來去改變自己 因為我就很想要 就只是一個男生 就是能好好的珍惜我 很愛我 但是我做的卻是 就是因為一直被批評 所以我想要就是自己真的 要變得漂亮 人家才會愛我的那種心態 在無名小站 一開始就分享照片什麼的啊 但人家卻會說 我為什麼要放這麼輕涼的東西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變成像是 因為過去我非常的沒有自信 就之前的影響 然後在那幾年的時間 讓我覺得我想要證明我自己是很好的 我想要證明我自己其實也非常亮眼 然後身材很好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是做了非常多 就是比如說自拍啊 盡量展現自己很有魅力的那一面 甚至有時候會稍微有點過度 就比如說把胸部擠得更大一點啊 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在那幾年的時間 真的就有一種好像是為別人而活 幾乎每一個都要為別人而活啊 因為人就是那啊 沒有啊因為人就是群體的動物啊 我們一定都是要 得到別人再同才有辦法 在這個社會上立足啊 比如說外型就是要好看啊 才會比較容易得到一些認可啊 那個差異點在哪 比如說可能你之前是 我以前是想要 證明你有長腿和乳鉤這件事情 那現在你可能想要展現的是 我現在明白我腿算是一個優勢 對啊 可以讓整體看起來就是可能更好看啊 當然也不一定是要特別展露腿這個東西啦 但是我會覺得 因為我現在是很喜歡 分享穿搭的一件事情 我懂我的優勢 所以我會更開心積極的展現 我認為很美好的一面 所以說可能之前就是 完全只是單純展露身材 然後現在 想要吸引 真的會不會有另外一個人能很疼愛我 不是為了老公啊 就是這樣 覺得不會是為了老公 絕對是為了自己曖昧 現在這個時候 我朋友跟我講 其實女生打扮 到一個年紀之後 是為了其他女生 得到其他女生的打扮 真的 好像也是有這種感覺耶 對 可能就是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青春期在性剛剛懵懂的時候 你會想要得到 意識你的注意和肯定和喜愛 但你過了一個年紀之後 就覺得那才是 得到同性的認同 才是另外一種雙快感 所以女生是很難討好的人家 對 確實 比如說你有了家庭 然後有了小孩 你如果又能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不同性就會稱讚 然後說你怎麼可以 就是弄小孩還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的時候 我跟你講 就是我們就想要一種優雅 就是生完小孩很優雅 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就是自信心更爆棚 會是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女生欣賞女生好像除了就是要外型好看之外 還要有一種很好的氣質 很優雅 跟各種就是有不同的 還有內容 對 還有內容 前陣子的IG就是人家看到我的乳溝照 然後就進來就按讚 然後我就覺得男生的讚怎麼這麼容易啊 只要腿開一點 那個溝深一點 讚就來了 女生就沒那麼容易啊 就是女生你要有故事要有內容 感覺對 照片還要氣氛對 對 氣氛對 那個感覺要對 氛圍要對 國中就是覺得就是很自卑 然後覺得都是妳的錯 但為什麼之後妳的穿著會改變 沒有 我就是國中之後 我就念五轉啊 然後五轉我就住校啊 專一就交一個男朋友吧 然後就是反正中間 大概交往了一個月吧 念著就出面重新轉戰的 就是講了一些很愚蠢的話 之後就不小心被分手 被分手的時候就超難過啊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減肥 因為是我國中的時候比較胖啦 生氣還難過我忘了 我就減肥 吃東西的減肥 當死流行什麼榮總三天減肥法 用了很多方法 大概一兩個月 然後就瘦了很多 瘦下來之外 我還就是大買衣服 是因為減肥又衣除了大改變 當然要配合著把眼鏡拿掉 漫畫不是都是這樣子 對 我就是漫畫人物 回學校那個學期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嚇到 然後隔了一兩個學期之後 大家都忘了我以前有胖過 跟戴眼鏡之間的事情 總之後來瘦下來之後 欸肚子就平了耶 然後她還嚇到說 欸我怎麼會就是腰這麼細 因為我就是有胸部也有屁股 所以瘦下來的話 一定就是先瘦腰嘛 所以整個比例就變得很好看 然後也很愛冷溝 就開始嘗試 對啊 結果生氣我就 妳要她後悔 不跟我復合是不是 結果呢 結果呢 後來她就被退學了 她被三人退學 然後後來我就是跟同一個社團 跳到一個更厲害的學長 女生就是要打扮跟把外型弄好 人家對你的態度跟福利真的就是不一樣 每次就是回家的人站在都有人在 所以這就是你一個大轉變 然後開始打扮 然後開始展現自己的 那大家覺得你外型很好啊 對你很認可 喜歡你之後 你當然就越來越有自信啊 就是除了國中很暗淡的時期外 之後都還蠻開心的 其實就是當然就是還是有失戀啊 或是一小段被男生耍的時期 但也不算太過分嘛 總是會有遇到不好的戀情的時候嘛 但是就會覺得 那算了換一個 你好像之前有一段時間 走一個想要穿搭 但是好像 要保守不保守 要漏又不漏 這樣講網路的照片是永久的 那這件事情就要講到以前過去無名的時候 你就是幫我拍永庄照 然後放上去 然後我就不知道 那時候為什麼會不開心呢 因為我一直對自己有一些 奇怪的幻想跟期待 萬一我有一天 想要重振 那我有五勾照 在網路上我怎麼選得上 那現在就是一種逆操作方向啊 你如果今天不能去重振 那也是你一個輝煌的時候啊 對 但是那時候不是啊 那時候很保守 然後你就會在我沒有同意的狀況之下 在我沒有準備的時候 把我的永終照放在網路上面 我就覺得天啊 萬一有一天 我後要做很正經又很高尚的職位的時候 我不能在網路上給別人留把柄 開IG之後 我就也覺得 我不能放那種 好像 會繞人口舌的照片 因為萬一我想從這 我要選台北市長 人家就會把我的乳勾照拿出來說 你看看他以前拍過這個比基尼照片 反正那時候我就非常的不開心 我也不知道那個相關性從何來 但是我當時就是這種感覺 你就是一種經驗感 我自己不覺得 因為我從小看到大 就是 你每天洗澡看自己的身材 每天就是一滴頭就有了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的經驗什麼 所以我解決的就是 我是好像 愛露不露 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優點展現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不僅在IG上亂露無垢 剛開始啦 不能露太多 要不然就會有 男生用下流眼光 或是一些奇怪的男生跑過來追蹤我 我不想要這種人來追蹤我 我想要女性的認同感 我要女生 所以我就是寧願講一些 自己平常的一些故事啊 跟網友分享這樣 後來有一天 我不知道為什麼跟你聊到這個話題 然後你就說我是保守媽媽 我心裡就想說 加拿一點保守的 我真的不懂欸 就有一天 我身上會被套上保守這兩個字 我那時候就嚇到 天啊我是保守 這不是我啊 IG上面就是後來有漸漸的放一些有勾的照片 然後就發現 天啊 女生也喜歡看勾 對啊 這就像 就是比如說 我畫圖 我以前畫圖的時候 畫男生跟女生 我就是比較愛畫女生 應該說是有曲線的感覺 對那是曲線 就是那線條就是一種美 然後是一種想要讚嘆的感覺 但是我真的是 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不明白 為什麼人家覺得 我展現自己 展現身材 展現乳勾 我甚至覺得我當媽媽了 為什麼我還要漏這麼多 你不怕以後小孩子怎樣怎樣嗎 小孩子以後怎樣 這個是教育的問題啊 就算你不漏 他也不一定就比較乖啊 比如說你穿比較漏 可能以後 香香就會覺得 展現身材是已經很自然的事情嘛 對啊 我覺得會有影響 我覺得宣布你說很容易就是有這種觀點 很好看啊 因為就是那個整體 對啊 對嘛 她常常也講說就是那個整體感 分享了很多 我們之前很不好受的事情 但是就是現在我覺得可以講出來 就是很多事情就看開了 而且至少以我觀點是希望以 周遭人或是 下一代或是我女兒不要遇到這種事情 不要就是 像我們以前真的就是 發生的當時我們不但不會跟彼此講 也會覺得跟爸媽講的話一定會被媽 就會希望 這些事情講出來 更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嗯 會更好 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情 多多少少在有些人身上 還是會碰到 一定都會碰到 我覺得也不能保證說 男生就一定不會犯錯 但是就是 當遇到男生如果做了不該做的事情 他是要去受到制裁的話 我覺得他就應該要被指責啊 點出來你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周邊他其實也不知道 對啊 如果說你有碰到跟我們想類似的事情 覺得 自卑或是沒有私心心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也可以再跟我們討論 或許我們的經驗也可以讓你有一些 頭緒 你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其實真的大家都有過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覺得 不開心難過啊 或是以前曾經覺得是自己問題的 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 用不同的心情跟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放過自己這樣子 好啦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再看我們聊 什麼其他的議題 也可以告訴我們 可以跟我們說 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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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